想起那段恐怖经历 害怕又气愤 但更多的是 无能为力 S小姐一切的噩梦 要从2013年说起 男同学创了好几个账号 不断传送骚扰讯息 文件露骨充满性暗示 只要封锁就会再开新账号 怎么封锁都没有用 疯狂打电话留言洗版 甚至曾经到公开活动赌人 无奈当年无法可管 只能一直忍受 直到根骚法上路后 S小姐才终于看见一道曙光 根骚法明定八种样态 包含监视观察委随接进不当追求 防害民欲等将跟踪骚扰 入罪化 根据警证书统计 截至六月二十号为止 全台一共接获 两百七十四起报案 其中又以通讯骚扰为罪大宗 博物店您好 您想要询问根骚是吗 以前在还没有跟踪 骚扰防治法之前 对于这种无故跟追他人 这种行为只能用 社会秩序为务法 这个行政裁罚 那大概只能罚三千块而已 那现在有了跟踪骚扰防治法 它的最重刑期是五十一下子 不过跟踪法真的能对所有受害者 伸出援手吗 最大的争议点就在于骚扰类型 局限性与性别有关 让法律存在灰色地带 就其他人可能就 他就是在店里等我 他也没有干嘛 可是可能对我来说 就是已经造成一种困难 所以要举证确实蛮难的 如果我感到不舒服 确实这一条法律 可能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一名男客人让小美非常困扰 对方会掌握她的班表 在门口等她下班 找各种话题跟她聊天 但并没有表达爱慕之意 如果小美要提告跟踪法 恐怕不会成立 跟踪丁少无声的威胁 是多少人暗夜里的恐惧 跟踪法三读通过 已经跨出一大步 但该如何给被害人 更完整的保护 恐怕也是立法者 需要好好思考的课题 华世新闻 黄炫晨一伟专题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品轩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 华世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主要是世音乐 达曹晨一伟 一众